针对普里镇同生理清新里发现日本脑炎案例 县府日前召开临时记者会 副县长陈正生表示 这两例证实是阴性反应 但为了提高警觉 凡是57年次以前出生的普里镇民 本月14日上午可以到指定地点施打疫苗 还好算是阴性的反应 这两个离 我们目前除了请清洁队 做现场的一个 噴灑的一个防疫工作之外 施打日本脑炎的疫苗 我们也临时去过制了1000剂 在57年次以上的一些高危险群的一个民众 7月14号上午在清新里的 普里镇农会的一个农民教室来施打 县议员吴国昌呼吁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但需要提高自身的防范机制 可以前往卫生所施打疫苗 国昌在这里服务 我们不用均匀 没接种过 我们日本老人疫苗的这个民众 可以冠近来跟我们的卫生所 来接受这个接种 平时我们对这个环境卫生也好 还是说我们的出国 有时候对主心的感染 在这里国昌也要服务 我们的定民 我们的民众 要来注意 要来防范 我们的卫生局 做成我们保理卫生所 以及国卫生所 已经都来通知 如果来 接受日本老人 疫苗接种的民众 干净来我们的卫生所 夏日天气炎热 病没蚊之声 县议员张维华 也呼吁大家 注意做好防蚊措施 避免病没蚊叮咬 降低感染的风险 我们暑假到了 我们发现这个病没蚊之声 非常严重 那很多家家户户 这个水积的这个部分 一定要清洁干净 那我们希望 所有的这个卫生的这个部分 在家庭里面 不要让它能够积水 因为一积水 这些蚊虫啊 病害就来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县长这一次 包括我们卫生局局长 他也特别在很急的购买了 打日本脑炎的育苗 那我们呼应 所有全南投县的 5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 哪需要的话 那能够来到我们卫生局 普利镇同生理及清新理 传出有日本脑炎案例 虽然属于阴性反应 县府召开记者会 呼吁大家不用恐慌 县议员吴国昌及张维华 也呼吁大家要小心防范 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前往卫生所 施打日本脑炎疫苗 保护身体健康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